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200指数呢 昨天表现还是不错的 上冲至6700点整数关口 那么黄金呢 也是受到了其他方面的一些阻力 1500点始终是没有上去 目前是1491美金 英国原油昨天晚上大幅上涨 目前报价是60块8美金 很多人呢 说最近英国脱欧啊 如果是英国脱欧比较顺利 那么英镑会涨 那么也有人说 大部分人呢 都预期英镑会涨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英镑应该是下跌了才对 所以呢 两种声音到底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呢 金融市场啊 到底是需要我们正向思维 还是要逆向思维 到底是买预期卖事实 还是顺势而为 就我们先从一个小例子开始吧 那么比方说我们天天走在大街上 抬头看一下天上的这个云彩 我们通常会觉得呢 云彩是非常轻的 那么比方说啊 它之所以轻是因为它能飘在天上 那么重的话肯定就落下来了 但事实上一朵云彩的重量呢 可能相当于几百头大象的重量 相当于是啊 我们抬头一望 天上飘着几百只大象 随时有可能掉下来把我们砸中 那么这种呢 我们同时呢 是不会注意到的 也不会想到的 因此呢 事实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见的那样 金融市场也是一样的 通常意义上我们觉得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呢 我们要通过客观的一些数据作为依据的支持 同时呢 要观察盘面的K线的随时的一些变化 是否会有异动 那么这种观察呢 怎么通过其他的相同相关的这个数据反映出来呢 主要是啊 我们要判断一些相关性 举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前段时间大跌了科技股WTC 那么暴跌之后呢 它刚刚公布出来的这个新闻呢 说是财务造假的这个案例呢 他们是驳回的 那么因此呢 投资者需要重新审视他们目前的财务状况 并且呢 他们公布在中国的目前的业务进展相对比较顺利 因此呢 昨天一天的股价就回涨了百分之半 最高回涨了百分之二十八 从对地点 所以呢 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要及时的做出反应 因为基本面发生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股价和金融市场 在我们看英国脱欧方面 大家主要的话题还是在这英镑上 那么英国呢 在1.30左右英镑的这个价格呢 始终是迟迟没有上去 那么昨天前天的英国议会呢 又是传出了不太有利的消息 那么因此呢 市场同时又瞬间的转向 那么在1.30回撤 最多是回撤到1.28附近 那么这些呢 其实呢 最简单的一个依据啊 就是供求关系的一个变化 那么买的人多了 那么卖的人少了 价格自然就会上涨 所以呢 我们到底是第一类人 还是第二类人 正向思维的还是逆向思维的 其实呢 它是一个过程 那么谁如果是最先从正向思维转变为逆向思维 根据市场的一个突发情况的变化 那我们就有可能获得超额的利润 那么再举个小例子啊 我们在这个通常看到这个石油价格的时候 往往觉得经济周期大环境不好 那么石油价格是不是会持续下跌 那么同样的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那么首先一个信号呢 就是中东地区 他们需要的石油价格一定要维持在某一个价格以上 比方说是50块或者是40块 那么一旦低于这个价格呢 就无法满足本国内部市场的一个固定的财政支出 因为基本上中东的很多国家都是要靠石油出口来够弥补国内的财政亏损 就好比说是198年199几年年初 因这个苏联我们的老大哥苏联解体之前呢 其实呢 是经历了一轮石油价格暴跌 当时呢 苏联50%以上的这个外汇储备呢 都是来自于石油出口 包括他们外汇的收入上也有60% 70%的比例是来自于石油出口 剩下的20%和30%呢 基本上是来自于武器出口 出口给中东的国家 因此呢 在1980年之后啊 石油的价格连续暴跌 导致中东的国家非常缺钱 缺钱之后呢 就不会再继续向苏联进口很多的武器 那么同时呢 苏联本身的石油出口也受到了挫折 因此呢 它的两大支柱产业出口 一个是石油 一个是武器装备 在1991年附近达到了一个低谷 因此由经济层面引发了政治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苏联主要是靠这些原油出口来换取粮食 支持国内不足的这个民生的一些装备 或者是一些民生的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 那么受到此的影响呢 很多这个当时苏联的人就没有收入 没有粮食可以吃 所以呢 石油价格呢 小到可以影响我们每天加油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中 大到呢 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 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 所以呢 石油价格大家一定要长期关注下去 那么作为大众商品的这个石油呢 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首先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供需平衡 那么第二呢 也是我们大家通常认为的 没有问题的就是经济需求 一旦经济好的时候 我们可能本来是一辆 1.8排量的车 最后呢 变成3.8排量的车 那么对石油整体的一个消耗都会稳步上升 那么同时呢 还受到季节与气候的影响 比方说 像天然气这一类 那么在北方国家如果是对天然气的需求 冬天比较高的话 那么也会相应的提升它的关联产品石油的价格 那么除此之外呢 就是利率和美元的影响 如果是我们知道现在是美元比较低的时候呢 那大家可能就会尽早去把美元用掉 换成国际上的物资 因为呢 在1971年之前 美元是和黄金挂钩的 进而在全球进行一个美元出口 那么在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绑定了石油美元 因此呢 之后啊 大家如果是买石油 必须要用美元结算 从此带来了大家各个国家 对美元储备的一个必需品 以及美国国债的一个必需购买 所以呢 美元在全球霸权的一个支撑 非常主要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来自于石油美元的结算体系 除此之外呢 还有相关的一些政策 和地缘的政治的问题 包括中东 中东的本身呢 其实比中美的关系还要复杂 因为它虽然挨得紧 但是历史上中东地区呢 就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长的一个和平 极大宗教集中在中东地区 各自不相让 所以说呢 短期内 中东也相信不会有很好的一个 政治上的解决方案 那么长期看的话 它还会收到品种的联动性 比方说美国石油上涨了 那么英国石油和中东的 迪拜地区产的石油价格 一般往往都会90%以上的概率 是同步上涨的 所以呢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主要是给大家一些投资向的启发 我们在正向思维 转变成逆向思维的过程中 要比别人要稍微快一点 并且呢 及时的根据市场上 给出来的信息 新闻 消息 做出自己的投资调整 那么视频下方呢 会有我们最近的悉尼摩尔本 线下活动讲座的报名信息 报名链接 大家如果是感兴趣 可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